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只有一分左右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太重要了 对吧 那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呢 给到大家三个左右的考点 你只要掌握住就基本没有问题 那这里面我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因为是利润和所得税嘛 那就是利润的计算 以及所得税相关的确认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利润的计算问题 利润的计算问题呢 它其实涉及到的是几个利润 一个是营业利润 一个是利润总额 一个呢是净利润 涉及这三个利润 那么这三个利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帮助大家去做一个梳理 首先我们说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它首先从营业收入开始 那我获得了我们前面讲收入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营业收入里面是不是包括了主营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收入啊 对吧 我包括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这是我们的营业收入 那么用营业收入呢 减掉营业成本 以及税金 当然这个税金里面呢 并没有包含所得税这样的税金啊 是我们学到的管理费里面的那些相关的税金 好 减掉营业成本 然后呢 我们应该要减什么呢 应该要减各类期间费 各位回想一下啊 我们成本和费用的构成 各类期间费 包括管理费 财务费 和营业费 包括的是管理费 财务费 和营业费 好 把这些都去除掉了以后 基本上呢 就已经有了利润的出行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投资性的损益 以及一些其他的损益 我们把放到这里面来 这些基本逻辑是这样 算下来呢 我们叫做营业利润 这些叫做营业利润 那么有了营业利润之后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加上营业外的 营业外的收入 比方说 像我们获得的捐赠啊 或者是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啊 其他的方式 获得的这种收入 或者说 盘点的时候 我不是盘亏了 而是盘盈了 这些呢 都是属于营业外的收入 再减掉营业外的支出 那么得到的呢 我们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利润总额 得到的是利润总额 那么有了利润总额之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干什么呀 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第一章学过 利润总额要如何 才得到净利润呢 是不是减掉所得税 减掉所得税 最后呢 我们得到了净利润 我们得到了净利润 好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各位看啊 这个部分没问题吧 利润总额减所得税 等于净利润 这是我们在第一章 就已经学过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有没有问题 你看 营业利润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也就是我是营业的部分 加减营业外的 差额部分 加减营业外的差额部分 对吧 营业利润 加减营业外的差额部分 那这样我们得到的 叫利润总额 所以把营业的部分 加减营业外的部分 就叫利润总额 好 那我相信这两个部分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那如果这两个部分 都没问题 你说正好 我主要是 对这个部分 我觉得有问题 太多 太复杂了 记不住 好 你要是觉得这个部分 太多 太复杂 记不住 那我告诉你 别记了 就别记了 为什么呢 直接是 你看啊 一大堆 反正就是一大堆 所以我假设这个地方是个盲盒 对吧 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然后呢 等它流出来的时候 就是营业利润了 好不好 那么营业利润呢 加减的是 营业外的部分 得到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呢 再减一个所得税 得到净利润 那这个盲盒呢 咱就不要了 那有人说了 盲盒不要 我怎么算呢 好办呢 因为它给到你的 是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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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些东西 对吧 给到你这些条件 但是这些条件里面 我们知道 哎 通通的 除了什么呢 除了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以及所得税以外 因为 没有利润总额啊 因为利润总额 是我要求的 然后呢 营业利润 是我要求的 然后净利润 也是我要求的 对吧 好 这三个 都是我要求的 剩下的 都应该是 已知条件里面的 那剩下的 这些都是 已知条件 这些已知条件 我只需要告诉你 如果要求 营业利润 因为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和所得税 在营业利润的下面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要不要算上它呀 就不考虑它 所以先把它给划掉 剩余的 甭管有哪些 我们都把它放到 营业利润的 计算公式 就OK了 你还需要记忆吗 就不用了 对不对 我排除 我在计算 营业利润的时候 我排除 排除什么呢 排除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所得税 因为这三项是 营业利润后面才来的 不要它 OK 这是一个问题 用排除法 另外如果 去让你求 利润总额 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我在把营业外的 收入和支出 再去加上和减掉 就可以了 要求净利润呢 就把所有的都要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用排除法 一步一步的求什么都行 好 那由此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式子 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对吧 你需要记住的 就是利润总额 是营业利润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而净利润呢 等于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 这些事情就完全搞定了 好了 清除了这个以后啊 这是第一个小问题 关于利润的 第二个小问题呢 是税后利润 它应该如何去进行分配 税后利润 如何去进行分配啊 我们说 已经是属于利润了 也就是净利润了 那么净利润呢 按道理来说 我就应该是进行分配了 但是原来以前年度 比如说 我前面几年 前五年 我还有五百万的亏损 算下来 还有五百万的亏损 也就是说 我把各个年份放一块 我不仅没赚 我还亏着呢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先把这一部分亏损呢 弥补掉 为什么要先弥补掉 意味着这个地方 还有窟窿 对不对 你亏损总得有东西去填吧 这些亏损之所以还没有表现出来 要么是别人借钱给你 要么是你这时候正欠着别人的债 对不对 总是有窟窿要填的 所以你赚了钱 是不是先把原来欠的账给还上啊 对吧 所以先弥补亏损 可以理解 好 弥补完亏损以后 接下来呢 还剩余自尽的话 我们干什么 我们提 盈于攻击 各位 对这个词是不是很熟啊 什么叫做提盈于攻击啊 这地方的盈于攻击 是不是我们的所有者权益的项目啊 所有者权益里面 是不是有盈于攻击啊 所有者权益里面 是不是有盈于攻击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 这个叫盈于攻击 那么盈于攻击 其实提的就是这个 它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明年我要再发展 我发展股东再投钱吗 你这是赚着钱呢 对吧 你给股东分下去 完了以后让股东再投 那这么麻烦干嘛呢 不如你把明年发展要用的资金 先给流出来 截流出来 剩余的实在公司用不了了 你再给股东分红 这样对股东来说 是不是就没那么麻烦了呀 对不对 当然了 如果股东不相信这些公司 觉得公司发展没有前途 那股东呢 就希望多分红 如果股东觉得公司每年发展 增速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那股东需不需要你分红啊 股东其实是不需要你分红的 因为你分红完 那我的钱呢 拿着可能去买一个百分之三的理财 对吧 跑完全跑不赢大盘 但如果放在你那儿呢 明年我就一百万就变成一百三十万了 我何必要让你分红呢 对不对 我不如当股票把它给卖掉 所以呢我们说 提取盈余攻击 这个是为了企业长远发展 我们需要的资金 那盈余攻击呢 有两个方面 一部分呢 我们叫做法定盈余攻击 另外一部分呢 叫做任意攻击 这两个方面啊 法定盈余攻击呢 是国家规定好的 就是希望你一定要去把它给提取出来的 那么这一部分资金 往往会由国家要求你去增加注册资本 就是增资啊 让你的注册资本增加 让你企业的法定实力增加 对不对 你原来一个亿的注册资本 如果增加到两个亿的话 那你是不是法定的力量就更强大 所以呢 有点钱国家先规定 你先去提取任意攻击 增加注册资本 当然了 至于提取的比例呢 在有些学科上比如说法规 那么就比较重要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地方 并不要求大家去掌握 好 那么另外一部分 国家要求的你提完了 剩余的就是你随意 对吧 叫任意攻击 那谁来定我们应该提取多少的任意攻击金呢 当然由股东自信决定了 所以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来决定 我要再提多少任意攻击 不管怎么样 这两者呢我们加起来都叫盈余攻击 那盈余攻击提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分配了呀 对吧 所以我们就开始向股东分配利润 我就开始向股东分配利润 因为该提的攻击金都提完了 但是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都把利润分出去呢 并不会 为什么 比如说我该提的盈余攻击提完了 然后呢我还剩下一千万 那么但是今年啊我们公司赚的比较多 所以剩了一千万 那我是不是把一千万全部都分掉呢 我也要考虑别的 因为作为分配股利啊 这件事情特别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要特别小心谨慎 你今年分一千万 大家可能觉得很开心 明年呢你要是敢分五百万 大家就觉得你这个公司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就使得我们在分配股利的时候 往往是平稳的 要么是平稳不变 要么是平稳增长 哎去年五百万 今年分五百五十万 明年分六百万 但有可能今年呢 我其实是挣了一千万 对吧 我还剩一千万 结果呢按照我的股利增长的这些方式 我可能只能够分给你五百万 或者五百五十万 那剩余的我们是不是就放着了呀 对吧 放着的我们就回头再说 所以这一部分呢叫做未分配利润 叫未分配利润 所以未分配利润 是不是我们留存收益里面 分完红以后剩余的呀 所以大家看这一条 是不是也在所有者权益项目 依然也在所有者权益项目 对吧 所有者权益项目里面 我们说自己经营赚来的钱 不就是分为盈于攻击 和未分配利润吗 对吧 所以跟这个地方的 我们的顺序就对上了 那有人说 为什么我是先去 就是我分配的这些部分 怎么没有在所有者权益呢 我都已经出去了 对不对 我都已经分走了 所以已经out了 那哪还来什么未分配利润呢 好 就是这个关系 就哪还来什么分配的这个利润 对吧 就已经出去了 不在我公司里面了 好了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分配顺序 考什么就考顺序 第一步欠了债要还 欠债还钱 第二步未来发展 第三步股东分红 第四步留存收益 对吧 就这四步 明白它的逻辑就好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题目考试呢 基本上第一种 可能考你营业利润的计算公式 问你哪些属于营业利润 那哪些属于你就排除嘛 哪些不属于 对吧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不属于 第二呢 要计算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这个大家会算 对吧 我们说计算营业利润排除三项 计算利润总额排除一项 净利润呢 是一项都不排除 全部都要 然后税后利润的分配顺序 我们说那几步 先是 我们要这个 就是弥补亏损 对吧 第一步弥补亏损 然后第二步 未来发展 未来发展要提法定攻击 提任意攻击 然后第三步 分配利润 第四步呢 是未分配利润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他说会导致企业营业利润减少的是哪一项 会导致营业利润减少 那是不是收入减少 费用增加 都会导致营业利润减少 那么这里面固定资产盘亏 固定资产盘亏 它是属于什么呀 是不是属于营业外的部分 对吧 营业外的部分 这一道题 其实考的是我们的成本费用的问题 固定资产盘亏是营业外的部分 所得税费的增加 有没有在我们的营业利润计算公司里面 是不是没有啊 对吧 没有在我们的营业利润计算公司 发生债务的重组损失 损失是不是也是营业外的费用啊 只有哪一个是我们的成本费用 管理费 为什么 因为管理费属于期间费 对不对 营业费 管理费 还有呢 财务费 所以呢 显然这一道题 如果问你 你应该知道 是管理费用会导致营业利润的减少 而剩余的部分呢 它是不会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的 对不对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营业利润计算之后才产生的 好 所以这一点呢 希望各位注意 我们关注一下啊 营业外收入包括盘盈 无形资产的收益和罚款 然后营业外支出呢 包括盘亏 无形资产的损失 债务重组损失 罚款和捐赠 是不是这个是在我们前面讲成本和收入的时候 都给大家谈到过的呀 对吧 这一点大家再回顾一下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 所得税费的确认问题 所得税费的确认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所得税啊 就是税率是按照居民企业25% 非居民企业呢 按照20%来去缴纳所得税 这地方 所得税怎么算的 我们一般是用收入总额 减去扣除 这不是利润总额啊 各位注意 是收入总额 减去扣除项 然后呢 再乘以25% 就得到我们的所得税 那么这里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哪些能扣 哪些不能扣 哪些能扣 哪些不能扣 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哪些能扣 大家这么来跟着我记一下 哪些能扣呢 在我们的计算税费的过程中 你想想 国家希望什么呀 国家希望你多交税 至少别少交 企业呢 希望少交税 所以如果所有的我的支出都能扣的话 对国家而言 是不是就吃亏了呀 对吧 我所有的什么买房的支出啊 我买车的支出啊 我全部都能够扣 那我基本上所得税就所剩无几了 对吧 我给股东分红啊 全都能扣 那这样的话 国家就别想收到企业所得税了 所以所得税按什么来 我们显然应该按利润来 那么这个利润 我们扣除哪些东西 叫做利润呢 我们说去扣除掉一些合理的成本 费用 税金 利息 租金 这些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经营的 经营的合理开支 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经营的合理开支 我是可以扣除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啊 就是我们要知道 是经营的合理开支 我们是可以扣除的 除此以外呢 折旧贪消 也是属于我们经营过程中 合理的一些开支 还有 虽然国家并不希望你产生损失 不管是转让财产 还是呆账 还是坏账 还是自然灾害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造成损失 而这些损失呢 如果让你扣 国家当然也会心疼 但是呢 如果不让你扣 那国家呢 就是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 我们对于损失这件事情啊 是尽量的避免 但是如果因为不可抗力 自然灾害 或者呢 确实报废等等 产生的这种损失 你没有赚到 还亏了 所以国家说 那就扣吧 所以损失的部分 我们是可以去税前扣除的 除此以外呢 捐赠 注意 是公益性捐赠啊 那我做公益 好人好事 去做捐赠 可以扣除 但是这个扣除呢 国家就希望你有一定的限度了 适可而止 这个值 值在什么地方啊 是利润总额的 百分之十二以内 我们才可以扣 所以题目呢 往往会告诉你 比如说 利润总额一千万 是利润总额一千万 有了利润总额一千万 问我能够在当期扣多少的 税前扣多少的 这个捐赠 那我们说 是按照一千万的 百分之十二 那我当期呢 只能扣一百二十万 当然 这个地方说的 只能扣一百二十万 指的是上限 对吧 不是你实际 如果你实际捐了九十万 你按多少扣啊 当然就按照九十万扣 如果你实际捐了一百八十万呢 国家说 我只能按照一百二十万来扣 对吧 给你规定一个上限 这样的话就逼迫的你 你不能够随意的去做捐赠 做公益军性捐赠 去避税 也是有个限度 当然了 这六十万的国家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扣 流转以后再说 以后给你扣掉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哪些是能扣除的呢 就是大的三类 第一类呢 是整体的金银相关的费用 可以把它们都看作费用 什么税金啊 什么利息啊 什么租金啊 什么折旧啊 都可以通通看成费用 第二类呢 就是产生损失 第三类呢 就是利润总额 12%以内的捐赠部分 好 那么能扣的我们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哪些是不可以扣除的 不可以扣除的 我们说主要是和经营无关的 和经营无关的 然后呢 又没有国家要给你取这个印象笨啊 或者说国家同情你 可怜你 什么呀 就是损失 对吧 也没有国家敬佩你 就是捐赠 所以除损失和捐赠 当然这些捐赠呢 是12%啊 超过的部分也不算 所以和经营无关的 但是呢 除去损失和12%的捐赠 因为这两项也跟经营无关 但是它是可以税前扣的 好 那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 给股东的股息红利 有些人就说了 给股东分红跟经营无关吗 无关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无论给不给股东分红 经营都是会照常继续 对吧 你应该先给国家分红 再给股东分红 你那25%的税 是不是就相当于 给了25%的分红给国家呀 对吧 给了国家以后 剩余的部分 再给股东去做分红 第二个 企业所得税的税款 企业所得税的税款 我们说所得税 能不能够算到 我们前面的税金里面 是不能的 他只能是税后的 所得税 只能是税后的 其他的税 我们可以放在税前 第三呢 就是税收的 质纳金 罚金 罚款 被没收财产的 这样一些损失 就是行政处罚 或者是行事的 那这些东西 统称 做了坏事 你都是做了坏事的 这还有理了 对不对 你不管什么原因 你做了坏事 都不能够在税前扣除 否则 怎么能够体现 对你的处罚的意义呢 对吧 这是做了坏事 还有呢 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 也就是 12%以外的 12%以外的 还有赞助支出 这里的赞助支出 其实是无 经营 或者叫 与经营 无关的赞助支出 是与经营无关的赞助支出 这个大家要清楚 第六呢 就是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这里面未经核定的 那经过核定的准备金 会计是认的 税法也是认的 但你乱来搞一些准备金 说哎 我这些东西支出了 那如果这么搞 行的话 所有的人我都先给出来一笔 我说这些东西是支出了 行不行啊 当然不行 对吧 所以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我们是不可以 好 最后一条呢 是经营租入的设备折旧费 和融资租赁 租出的设备折旧费 这一点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说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 我们在第一章讲过了 经营租赁是普通租赁 普通租赁在法律上和会计上 我们说这个东西都归属于谁啊 归属于出租人 那么既然是归属于出租人 那出租人就要提折旧 所以是出租人提的折旧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 那出租人呢 叫做租出 对不对 他的设备叫做租出的设备 而他说租入的设备是谁啊 这是承租人 承租人对经营租赁 是不是可以提折旧呢 就不可以了 好 那么同样的道理 融资租赁相当于买 所以从会计上来说 他属于谁的资产啊 从会计上来说 属于承租人的资产 属于承租人的资产 承租人呢 要去提取折旧 对吧 承租人提折旧 那承租人提折旧 那我们的出租人怎么办呢 我们的出租人就不能提折旧 所以融资租赁 使租出的设备 使不提折旧 好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啊 经营租入不提 融资租出不提 经营租入不提 融资租出不提 大家把这个给记住 所以整体而言 是和经营无关的 除损失以及12%捐赠以外的 这些支出 我们是不提折旧 那就是不去在税前扣除的 对吧 能够扣除的 是和经营有关的合理开支 以及损失和12%的捐赠 与经营无关的开支 除去前面的损失和12%的捐赠 就不去扣除 懂了吧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啊 写了这么多条 但你把道理理清楚 实际上没有多少东西 好了 现在问说 哪些支出能够从税前扣除 哪些支出不能够从税前扣除 你能不能记得住了呀 哪些能啊 哪些是能的东西 是我们说跟经营有关的 比如说成本 税金 还有呢 费用 还有利息 租金 折旧等等 对不对 还有损失和利润总额12%的捐赠 那那些不能呢 和经营无关的 除去损失和12%捐赠的利润 捐赠啊 我们都是不去税前扣的 好 我们看题目 下列资产不得计算 折旧扣除的事 A 经营租赁方式 租入 我们说经营租入不扣 融资租出不扣 对吧 你既也可以 然后呢 去推倒也可以 我建议你去推倒 因为经营租入就是乘租人 你租别人的车过来算你的吗 只有算你的才叫你提折旧 不算你的就不能 对吧 所以A 不能 不能 好 不能 他问的是不得 所以我们应该打勾 已经转入企业固定资产 但是尚未使用的房屋 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东西 我们说 在对于提折旧这个问题啊 如果是 已经使用的 我们说 要提折旧 如果是未使用的 未使用的房屋 要折旧 但是 没有使用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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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折旧 好 要注意这一点啊 就没有投入使用 那这种设备呢 我们就相当于 都没有进入到成本 对不对 怎么折呢 就不折旧 但是房屋我们要折旧啊 房屋要折旧 好 C 融资租赁方式 租入的 我们说融资租出 不提 对不对 但是融资租入呢 就要提 正好归他 企业部门 尚未提足折旧的 办公设备 他都还没有提租折旧 要不要提啊 都没有提完 是不是还要继续提啊 提完了就不提了 所以呢 B C D 都是要提的 A是不提的 好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部分的内容不多 就是一个利润计算的问题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它应该如何计算 然后呢 再说利润分配的问题 那我们的 这个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的 计算的部分呢 我给大家手动的 出一道题目 手动的出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是这样的 我们说 这里面 营业 我告诉你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呢 比如说 是五百万 然后呢 营业成本 比如说我们后面啊 营业成本 是三百万 这是两千五百万吧 这是一千三百万啊 然后呢 税 四百万 然后 它的管理费 二百万 营业费 然后一百万 这是主营业务收入 然后我再来一个 其他业务收入 五百万 投资损失 三百万 好 营业外收入 是二百万 营业外支出 是一百万 所得税 是二百万 好 现在问你 营业利润 怎么算 各位 营业利润 怎么算 我们说前面 那么多的东西 你要不要一个一个 去判断 完全不用 对吧 你要做的 唯一的事情就是 知道排除谁 排除谁啊 排除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所得税 排除这三项 剩余的部分 是不是该加就加 该减就减 所以加 成本减 税减 管理费减 营业费减 其他又收入 是不是加 投资损失 减 所以你不用一个一个 去判断说 这个是 还是不是 完全不用 你就直接 把这些排除掉 剩余的东西 都是 都要把它 加加减减 就够了 好 利润分配的顺序 我们知道 对吧 那几个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哪些能扣 哪些不能扣 再去了解一下 好 这一节呢 就这一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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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